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他想要一个能陪自己玩的宠物 就像同学的宠物狗巴迪一样 于是他爸爸就让手下去把巴迪偷过来 这边呢五只小狗狗知道自己要被送走 于是商量着与其被送走 不如自己逃走呢 说跑就跑 他们五个就这样悄悄的溜走了 可刚出家门就遇到了来抓他们的坏人 这几个小家伙哪是他们的对手啊 没一会儿就被他们逮住了 巴迪夫妇听到狗狗们的呼喊声后 就粘忙跑出来救他们 为了救自己的孩子 巴迪夫妇被抓住了 小可爱们眼看着爸妈被坏人抓走了 便粘忙追了过去 可他们哪跑得过汽车啊 没一会儿就跟丢了 这边小主人看到家里的几只狗狗全都没有了 便焦急的叫上爸妈一起开始寻找 五只小狗狗找不到汽车开进了哪里 于是就去问了一只大黑狗 他们在大黑的指引下 得知爸妈被抓进了一个酒庄 直到下路的他们就连忙去了那个酒庄 可半路就被一个电影院吸引了 因为里面有香甜的爆米花和棉花糖 哇哈喽的他们早就把救爸妈的事忘记了 另一边 坏蛋把巴迪夫妇交给了自己老大 可因为自己嘴欠 把那五只小狗狗的事说了出来 老大生气的让他们再去把那五只小狗狗也抓回来 而被关起来的巴迪夫妇也没闲着在里面找出口 第二天 几只小狗狗终于想起了自己的任务 便开始向酒庄出发 可路上却被那几个坏蛋发现了 他们被坏蛋赶进了一个农场里 最后在一只山羊的帮助下 他们才得以逃脱 接下来狗狗们继续赶路 在路过一片森林时遇见了一只野狼 这只野狼看到他们并没有伤害他们 还说有什么困难自己可以帮助他们 于是狗狗们就连忙向野狼求救 野狼答应他们 明天一定会帮你们找到父母 第二天 野狼带他们来到了酒庄的后面 他说自己不敢进去 接下来只能靠你们自己了 狗狗们快速跑进了酒庄里 可顺脚和跑动逃出来的爸妈错过了 跑进去的时候 一只狗狗还掉进了爸妈挖的洞里 见自己的兄弟到了进去 其他狗狗也跳了进去 土豪的儿子正好看到这五只狗狗 便要求爸爸把这五只狗狗留下来 可狗狗们心里只想救出自己的爸妈 便和他们玩起了人狗追逐大战 最后知道父母已经逃出来的他们 便快速的跑了出来 这时小主人带着保安也赶到了 他们抓走了那几个大坏蛋 看到几只狗狗将要被带走 土豪的儿子坐在地上很不开心 没想到其中一只小狗狗连忙过去安慰他 于是这只狗狗就被土豪儿子领养了 后来几只狗狗也被自己喜欢的主人领养 电影到此结束了 看完电影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你家里的狗狗叫什么名字呢 快快告诉小莫 让小莫看看有没有可能性